東京未吃多蘿蘿,去多少次都不會吃光 如果接下來有機會去東京 不妨考慮一下今次介紹的幾間餐廳 全部都各有特色 來到夏北閘,除了行古著店外 就一定要來試一下這間在網上極速爆紅的三文治店 整個店舖是行李式風格 最出名的就是招牌牛肉三文治 這間三文治店開業短時間已經大受歡迎 即使在疫情期間,都在網上瘋傳 成為不少人打算下次去日本時必試的餐廳之一 價錢方面其實都算挺便宜 最招牌的牛肉三文治 分了150g細份和300g大份 客人還可以按喜好自行加配套餐 味道方面,牛肉比我想像中軟很多 一咬進去已經很容易咬開 另外醬汁用了類似蜜糖芥末的醬汁 所以甜甜的,都挺開胃的 不想只吃牛肉的話 餐體上還有其他選擇 同樣份量足料 第二間推介的是一間位於淺草橋的居酒屋 賣點是可以用平民的價錢 任吃多款刺身和日本料理 吸引了很多附近的街坊和打工仔幫襯 半閘直樹都來拍攝歌 餐廳早餐和午餐都供應自助餐 每位2100日 入座起計可以任食50分鐘 一坐下店員首先會送上一盒花枝暖壽司 整體食物選擇就不算多了 最吸引的是魚生 每日有4-5款輪流供應 廚師亦會不斷refill 所以保證新鮮 另外亦有沙律爛盤 例如泡菜、玉籽燒等等 其中名太子咸香鮮味配白飯一流 晚餐又吃甚麼好呢 一於去新宿的歌舞忌丁 嘗試這間1962年開業的鰻魚露店 餐廳上會有各種各樣鰻魚部位的甜椒 亦有鰻魚當飯堂鰻魚的波紋 喜歡吃鰻魚是有時期不錯的 剛剛見台台都點了 所以跟著點了一個鰻魚的波紋 其實裡面有鰻魚、有蛋、有牛汗 上廚時有噱噱的 其實味道和口感 有少許像鰻魚親子的肉脂湯 但吃下去鰻魚多了炭燒味 而最招牌的鰻魚飯 亦是用傳統的炭火燒烤 魚皮帶焦香 魚肉彈牙 日本的夜生活當然是越夜越精彩 好了,最後的宵夜時間 可以去鍾木克吃雞湯關東煮 小店位於鍾木克的天橋底 下午才開門 營業至凌晨2點 舖仔細細,氣氛很熱鬧 有別於一般用昆布煮湯底的關東煮 這裡的湯底是用名古屋的大山雞和蔬菜煲煮而成 感覺清爽之餘,亦都很滋補 除了要吃傳統關東煮 這裡還有用雞湯浸煮的雞肉傳燒 供應多款雞內臟 很有特色 下次去日本的時候,一於試一下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